他磁殺球要拿好球跟投影右球是控制能力相當好 這一棒達到了中間方向有機會守備嗎 三箭接殺 恭喜宇勳到 球隊贏球也恭喜陳宇勳 拿到了生涯第一百次的救援成功 我覺得自己可能就是身體健康吧 才能達到這個紀錄 因為以前是因為定位比較不確定 可能這個投手強 有時候先發 球隊那時候缺後援 他可能就去丟後援 現在因為定位太明確了 所以這個紀錄往後一定會很多人 我只是第三個 可能往後還有十個 二十個 紀錄不是都要是讓人家來闊員 其實你說一百一百中計一百救援 其實也沒有想說去徒步還怎樣 因為其實大家投手每個人都很辛苦 有人只能投輸的 有人要投輸贏一兩分的他都要丟 其實最辛苦是丟第八局的投手 球隊在贏的時候你一定要下場 球隊在輸的時候輸一分輸兩分 你可能還要丟最後一局 那你說大家辛不辛苦 每個人都很辛苦 有人輸的時候要一直丟 沒投手還要硬撐 可能丟完那一場用球數太多 他可能就要下二局 教練可能就要掉一個吃長局數的頭上 他這樣子對球隊有沒有貢獻 一定有貢獻 宇勳今年的以37次的救援成功 打破了聯盟紀錄 中繼王救援王 獎項其實是球隊給我這個機會上去 是我的隊友我的教練給我這個機會上去表演 我才能有這個獎項 那其他投手也有機會拿到這個獎項 只是當時表演者是我 所以我覺得我成功率比較高 所以這個獎盃獎項是我的 那是因為球隊有贏球 我覺得是野手幫忙 我打分數幫忙我所備 所以我覺得 雖然這東西是我得到 可是我覺得假如 可以送一些朋友或是 需要這個物品的人 我覺得比較有意義 這一棒打出去 但是二連手的管區接球之後 終於的時間傳一雷 再見封殺 結束了這場比賽 陳宇勳再拿下一次後援成功 只有那天 我有保存下那顆賽後的球 那天因為我跟總教員跟球團請假嘛 因為那天 阿嬤那天是中午吧 然後早上就去了 然後總教練跟所有教練 然後還有球團 都說 就是你今天就休息 就處理阿嬤的事情 然後 因為以前阿嬤 我只要比賽還怎樣 他都會準備吃了啊 還是就覺得 你今天有練球 那你今天就好好休息 你今天要幹嘛 有關於練球還是比賽 那你就好好休息 不要再來 像我有時候 以前高中 國中阿嬤都常來看比賽 對 然後比完賽有時候就沒有事 然後阿嬤都叫我快點回去休息 阿嬤都覺得比賽很重要 練球很重要 所以我那天就跟總教練講說 我那天 結束我會馬上趕來球場 我想休息 可是我阿嬤一定會叫我回來比賽 然後我那時候 阿嬤的事情 結束之後 就搭建設回來 然後那時候看轉播 我們那時候好像不知道輸幾分 然後我回來的時候好像快第五局 第五局還是第六局 然後我就快來換衣服 然後自己去做操 準備 那天回來就感覺 我覺得球隊今天一定會贏 對然後也順利手下那一局 所以我有留那顆球 對然後到現在 一百次救援我覺得 只有那一場我印象比較深刻 可能家人的關係吧 其他球跟獎盃我都沒有留 獎盃也都送了 之前都會比完那一局 就是往天上看 然後比一下動作 這個手勢就是我愛你的意思 來邀請到的是 陳宇勳的頒獎人 也就是陳宇勳的爸爸 歡迎陳宇勳先生 歡迎陳宇勳先生 我有跟他講說 那個父親節快樂 然後他回什麼 他回說 我球長得上 表現好就好了 可能他有去求一些 平安福還是什麼 我爸之前還要叫我丟球前有沒有 叫我那個養 養起來45度講 然後唸一些 唸一些咒語 就是站在投球的時候 養一下45度然後就講 我有機場有 前幾年的時候我有 這幾年他都給我一些平安福 我覺得寧可信其有 我爸給我之後真的 那一陣子狀況這麼好 都沒有失分 多少有家遲到啊 我覺得職棒你說要升船 其實要會玩球也要有 一點點實力 雖然你說要升船很難 而且重點是身體健康 其實我那時候高中不知道 然後就丟到斷掉 然後我以為開完刀就可以丟球 我不知道還有做復健這一款 我都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可能我 不太懂復健還不太懂棒球 我也都不懂 然後那時候開完刀出來 就手就這樣掉走 然後動一下就痛 然後我要升職也沒辦法升職 就變成是只有這樣 我要彎也沒辦法全彎 只能向彎 我那時候起來就 哇人身很 人身黑白的有沒有 我只要知道要做 做復健那麼累 我可能就不會打球了 看完之後 有人還要去做一些輕的重量 慢慢加 就很無聊啊 可是復健的時候 最痛的時候還是 凹角度 那是最痛的 你說訓練就是 就跟一般練習差不多 做重量啊 跑步啊 我覺得還好 就是凹角度最痛 大概第一次因為 我也不知道 反正這邊就復健好了 然後開始慢慢丟球 丟第一天的時候 就是 肩膀很痛 就很痛 然後 好我也就停止了 就沒有再丟球 然後就開始用肩膀用肩膀 又開始丟又痛 反覆三次 受不了 我就去 再去照一次MRI 照了醫生跟我說 欸沒東西喔 是健康的 好 結果醫生跟我說 可是我跟你講喔 我之前幫某一位球員 開股次 他MRI跟X光 照了 四顆 可是開了 七顆還八顆 我也忘記 然後醫生可能說 你可能 照不太清楚 可能被擋住了 你再考慮一下 我就說喔好 然後我心裡想說 反正我這邊又還沒全好 這邊又在痛 那就去開一開好了 結果 我回去 準備要確定要開了 時間也安排好 結果我去做物理治療的時候 被我物理治療師罵 他說 陳宇勳你是笨蛋嗎 等一下是盡量不開就不開 你不是 你沒事也要開 你保險 保很多嗎 我就說沒有 結果我就去開了 結果好開完出來 醫生就說 宇勳恭喜你喔 肩膀沒事 但是 我剛剛一天去做物理治療 物理治療師就說 我不想理你 你這個喔 三個月後才能丟球 結果我說喔好 結果我那時候 復健了一個半月 我就在學校自己偷偷丟球 沒有是 偷偷丟球 然後 那時候就 手就不會痛 很神奇吧 手就好了 等進來職棒 我會覺得 不就還好我高 真的就開刀了 假如現在才開 你覺得球團會等你嗎 你假如沒有成績 球團怎麼會等你 對 所以 我覺得 身體健康 真的是 最大的根情 好 快